以色列駐塞尔维亚大使馆遭到了袭击 当地时间周六 一名歹徒向使馆驻卫警问路的时候 突然间拿出了十字弓 朝驻卫警的颈部发射 虽然远紧的脖子重剑 但仍然奋力将歹徒击毙 驻卫警伤势严重 性命一度垂危 还好松衣抢救之后 情况稳定了下来 塞尔维亚总统也定调 这是一起恐怖攻击事件 一次跟极端保守的伊斯兰教派有关系 警方拉起封锁线 完成监视后将一具遗体抬上警车 这起命案发生在 以色列驻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勒的大使馆 当地时间29号上午 一名歹徒多次向朱卫警询问博物馆在哪 远警也不言其反地表示附近没有博物馆 不料歹徒最后一次来问路时 突然闯进警卫室 从手中的袋子拿出十字弓攻击远警 朱卫警脖子重剑 但还是连开多枪 奋力将歹徒击毙 远警伤势严重 性命一度垂危 索性送医后情况稳定 塞尔维亚总统伍西齐赶来医院探视受伤的远警 除了表扬远警英勇的行径 也定调这是一起恐怖攻击事件 当局查出 嫌犯疑似跟保守的伊斯兰教瓦哈比教派有关 事后也进行攻击 逮捕了另一名共犯 塞国警方正在厘清 嫌犯是否跟国外的恐怖组织有所联系 在朱卫警奋勇抵抗之下 以色列使馆安然无恙 以色列外交部长特别发文感谢塞国当局 并祝福远警早日康复 事发后塞国警方加强各国使馆 以及公共区域的危安 希望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陈伟伦编译